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嘿,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 我是你在空中的执行姐姐 你平常是不是个健谈的人呢? 你喜不喜欢讲话,跟别人分享 甚至一开口就停不下来呢? 诶,喜欢讲话,擅长说话 也是一种才华特质吧 不过,今天执行姐姐要告诉你一只 一开口讲话就停不下来的小老鼠 它的讲话方式,见谈方式 可是让大家都不敢恭维 甚至很困扰呢 今天爆米花的主题是 你来评评礼 邀请你来评评这只爱讲话的小老鼠 好树不结坏果子 坏树不结好果子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 好果子就是好品格 所以,小朋友,你来评评里 放学后 小鳄鱼捧着他刚刚从图书馆借来的新书 安安静静地坐在树下看书 不一会儿,小老鼠气冲冲地跑过来了 他爷屁股坐在小鳄鱼旁边 呱啦呱啦地抱怨起最近几天发生的事 我跟你讲 昨天我的妈妈写联络簿 竟然跟老师告证 说我都没有整理房间 还有上次上次 在学校打球的时候 我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低年级的小朋友 老师竟然 也写联络簿告诉我妈妈 你说烦不烦 小鳄鱼还沉浸在美妙的书中世界 小老鼠没头没脑地一大串晃 吓了小鳄鱼一跳 它不得不从书中把头抬起来 小小的眼睛瞪着小老鼠 然而小老鼠仍然讲个没完 丝毫没有任何空间 能让小鳄鱼插进来 小鳄鱼什么也没说 只能一直盯着小老鼠 看着小老鼠笔手画脚 口沫横飞 我跟你讲 昨天小兔子跟我说 他想要跟他爸爸一样 耳朵长长的 大大的 看起来很神奇 我听到小兔子这样说 我也好想要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先帮你 然后你再帮我 老师不是说吗 要乐于助人 彼此帮助 所以我就站在小兔子背后 用手 用力抓住他的耳朵 往上拉 然后 然后 小兔子的耳朵 真的就变长了耶 可是 我还没有帮他弄好 小兔子忽然就跑掉了 他也没有帮我 怎么这样 我真倒霉 还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事 小老鼠一开口就停不下来 小鳄鱼那双从书本后露出来的双眼 看起来瞪得更圆了 小老鼠跟小鳄鱼一块坐在树下 小老鼠一开口就没完没了 我给你一家小猪的大便超臭超臭的 我上次在厕所遇到他 他刚刚上完厕所出来 我立刻就进去 结果那个味道好臭哦 我就大叫说 小猪 你的大便太臭了 我没有骗人哦 他的大便真的很臭很臭 可是小猪竟然用力地推我一把 还说我干嘛要这样出来 然后就跑掉了 他没有洗手啊 我跟你讲 小猪的大便真的很臭 我有讲错吗 我讲的都是对的呀 小鳄鱼的嘴巴微微地张开 露出不可置信 有困惑的表情 他找不到空间接话 小老鼠仍然讲个不停 今天早上上美劳课的时候 你画了什么 我跟你讲 我画了一只很漂亮的小鸟 我到处拿给别人看 可是大猩猩都不想看我的画 我一直叫他给我看 他也都不给我看 还故意右手遮住 我怎么都看不到 可是我一直都有给他看我的画呀 为什么大猩猩不给我看他的 还很大声地叫我走开 一直听小老鼠说话的小鳄鱼 他的鼻孔看起来越撑越大 但是小老鼠好像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小鳄鱼的表情 他仍然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觉得交朋友一定要看看 大方我很喜欢跟朋友分享 今天中午我就拿出我最喜欢的起司块 跟大象分享 可是他竟然只闻了一下 就说这个起司很臭很臭 叫我拿走 他一口都不愿意吃 可是我可是拿出我最喜欢的食物跟他分享呀 你说是不是大象的鼻子根本就坏掉了 这么香的起司 他怎么会说是臭的 小老鼠一开口就停不下来 小鳄鱼抬头望着天空 大大的叹了一口气 不只是小鳄鱼一直耐着性子听小老鼠说话 天空中的白云也在听小老鼠说话 当小鳄鱼抬头望着天空时 他忽然发现 白云好像慢慢地聚拢 变成了大象同学的模样 大象同学在那儿不停地醒鼻子 一面喃喃自语 小老鼠真讨厌 我一直叫他把起司拿走 他还一直拿过来 起司闻起来那么臭 怎么会好吃 害我一直打喷嚏 小鳄鱼惊讶地拉了拉小老鼠的衣服 要他抬头一块往上看 白云在天空里飘着流着 又开始变化 小小猪同学的小猪同学 小猪同学正坐在马桶上上厕所 一面哭丧着脸喃喃自语 小猪同学 小猪真的很讨厌 他就打扁更臭 我都没讲他 真就这么大声 害我很丢脸 紧接着 白云伸出了长长的耳朵 圆圆毛茸茸的脸蛋和身体 是小白兔同学 小白兔紧紧地捂住他的双耳 飞奔炮回家 一面泡 一面喃喃自语 他才不是帮我 他在恶作剧 帮我弄得很痛很痛 小老鼠真的很讨厌 坐在树下的小老鼠和小鳄鱼 呆呆地望着天空 小鳄鱼开口了 我想 我好像知道 他们为什么生气了 小老鼠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说 我跟你讲 我好像也知道了 这时 小老鼠忽然看见 小鳄鱼手上捧着的那本故事书 就是他上个礼拜才刚读过的 小老鼠很兴奋地大叫 我跟你讲 这个故事就是说 小猫每次听到别人说 不要怎么样 不可以怎么样 他就偏偏要那样 然后最后就没有人想理他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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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一开口就停不下来 小鳄鱼终于忍不住了 他大吼一声 小老鼠 我还在看 你都讲完了 嘿 我亲爱的大朋友 小朋友 弟弟妹妹 小鳄鱼很喜欢讲话 很会分享自己的想法 感觉 这些都是很好的 但是 为什么 别人总是说 小老鼠很讨厌呢 因为 小老鼠常常 没有听别人 分享出他们心里面的 想法跟感受 就脱口而出 一些让别人感到难堪的话 圣经教导我们 该怎么讲话呢 是要 凭爱心 说诚实话 小老鼠总觉得 只要他 讲出了事实 这些话 就是对的 却没有想到 很多话 让别人感觉受伤 一点都没有被爱 这样的说话方式 不是 圣经教导我们的 凭爱心 说诚实话哟 平常 当你好好的跟别人 聊天 说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同时也 好好地 听别人分享呢 我们都要学习 凭爱心 说诚实话 不是只有爱心 却没有诚实 也不是只有诚实 却没有爱心 求上帝赐给我们力量 帮助我们一同学习 我是知心姐姐 下一回的爆米花 我们空中再见了 拜拜 我是小小时间家 西海城市 不说谎话 每天培养好铃鸽 跟着学习我选择 听着吃我好跟机 不怕暴风太清晰 我有梦想在心里 一点一点去努力